大家好,我是UP主中的小学生 这期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下 奇迅猴子的技能连招和加点方向 基础技能就不再赘述了 直接来说大招 大招无CD 方向键不动时开启大招 会先向后运球 再向左右两侧运球 最后向前 依此三个循环 期间无法传球和改变运球方向 但是可以选择进入表演时刻的初始移动方向 方向键朝向蓝框方向 先向前突破 这时可以释放技能击板 方向键向左右 先向两边突破 这时可以释放技能折反突破 方向键向后或者不动 先向后突破 这时可以释放技能后撤步跳投 这三个技能是基础中的基础 要求熟练度特别高 因为一旦技能释放失败 猴子就会陷入循环运球 很容易被抢断 这也是猴子经常被大家诟病的原因 补救的办法就是狂按突破 合格的猴子运球时间应该特别短 各种技能衔接自如 技能加点 推荐先点出大招里的千变万化 再点出后撤投篮里的后撤步拜佛 这两个技能相辅相成 学习千变万化以后 可以在突破的过程中释放表演时刻 包括折返突破和后撤步拜佛 接下来推荐先点一个上篮二点 再点出基板扣篮 再点上篮其他技能或者防守技能 看个人选择 我认为猴子上场就是要得分 想尽快上场就要把进攻拉满 最后点防守技能 猴子的连招就像是技能名字一样 千变万化 确定一个起手技能和终结技能 中间的技能可以自由发挥 以较长的连招为例 在突破过程中 先使用穿当打断突破 再使用折返打断穿当 然后使用拜佛打断折返 最后使用后撤投篮 突破和穿当可有可无 核心为拜佛和折返 可以以此二技能为起手 技能顺序自由组合 集训猴子和集训流传风突破机制类似 都是可以在突破路径的任意位置打断突破 比如拜佛接后撤投篮 很快的打断拜佛后 会有双后撤效果 很慢的打断又是另一种效果 再加上上篮也可以这样打断 就会让猴子比较难防 下赛季集训流传风被搬掉以后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点赞关注解锁更多技巧 我们谢谢再见 拜拜